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现已被罢免的执行长,哈特基辛格,Pat Delcier, 近日为英特尔代工厂的Intel 18A良率进行辩护,称该团队正在做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来说,英特尔如今卷入了许多正义, 尤其是关于该公司业务的争议。 最初,英特尔遭遇了一系列财务问题, 随后,该公司前执行长基辛格在董事会的压力下决定辞职。 最近,英特尔的18A工艺本应是该部门的突破, 但据说其良率不到10%,媒体称这是糟糕的。 然而,基辛格站出来为18辩护,声称良率传言是假的。 基辛格回复了著名分析师帕特里克·莫尔黑德·Patrick Moehead的一篇文章, 该文章最初声称,英特尔的18A不是在PDK 1.0上测试的, 而是在较旧的设计套件上测试的, 这就是报告的良率数字如此之低的原因。 此前有媒体声称,据说博通显然已经测试了英特尔的18A工艺, 但最终却对其感到失望, 媒体声称主要问题出现在良率上。 这不仅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担忧, 因为大晶片的良率会更低, 而小晶片的良率会更高, 而且仅有10%的良率, 意味着英特尔还不能进行大批量生产。 有趣的是, 英特尔前任执行长基辛格决定加入讨论, 证实Morhead的说法, 称它为18A团队, 及其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感到自豪, 暗示现实情况与主流媒体的说法不同。 再对著名分析师Danny Statt的另一条内容, 近期有供应链披露, 台积电2奈米制程试产良率, 已达60%以上, 优于预期明年要将如期量产。 的回复中, 基辛格声称, 基于良率来考虑工艺是不正确的, 因为大晶片良率较低, 小晶片良率较高。 报道称, 要么是基辛格在为D18A产量辩护, 要么是他在引导半导体市场 做出一些相当有趣的事情, 尽管相关媒体不会就声明本身 发表太多评论。 无论如何, 基辛格是英特尔代工部门的坚定支持者, 他声称到2030年要让该部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部门, 但他却被迫离开了公司。 英特尔目前正处于泥潭之中, 要想摆脱困境, 就必须采取绝望的措施, 而这些措施已经采取。 业界预计, 英特尔将在未来采取激进的战略, 可能会采取部门重组政策, 这可能会导致IFS被出售。 三星电子同为先进制成的另外一个玩家, 作为半导体行业的一项重大举措, 新任三星电子晶圆代工业务部门负责人Han Jinman, 概述了他对未来的战略愿景。 在12月中上旬向员工发表的第一篇讲话中, Han Jinman总裁强调, 迫切需要二奈米工艺良率的突破性提高, 和成熟工艺业务的扩展。 Han Jinman总裁表达了快速提升二奈米工艺的紧迫性, 他认为这是代工业务最重要的任务。 显然, 可以看出前段时间有传闻说三星放弃了二奈米工艺, 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像更小的奈米工艺的过渡, 例如从三奈米到二奈米, 代表着一项重大的技术进步, 允许将更多电晶体封装到晶片中, 从而提高效能和效率。 虽然三星是第一个实现向全环绕闸集GAA工艺过渡的公司, 但在商业化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三星必须打破措施机会, 不得不在下一个节点再次竞争的恶性循环。 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 Han Jinman强调, 不仅要提高工艺产量, 还要解决所有问题, 以提高晶片的功率、效能和面积,PPA。 目前,三星代工厂正致力于研发, 只在2025年底前量产2奈米晶片。 这包括将华城S3工厂的部分第二代3奈米生产线改造成2奈米生产设施, 计划生产由三星电子系统LSI部门设计的Exynos R600晶片。 除了专注于先进技术外, Han Jinman还强调了传统代工业务的重要性。 他敦促道, 请专注于工程活动, 以扩大三星业务部门开发的成熟节点的商业化。 三星必须竭尽全力争取更多客户。 Han Jinman还表达了对创新代工部门组织文化的强烈承诺。 他恳请业务部门领导确保员工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来准备或报告不必要的报告, 让工程师花更多时间进行实验和思考。 他命令到, 强调需要更高效、创新驱动的工作环境。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近日于自传下册新书发表会, 大谈台积电两大劲敌英特尔与三星。 自张忠谋自传上册发表后, 事隔26年, 发表下策,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台积电共同创办人曾凡成, 现任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 碧基电董事长黄重仁,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威胜董事长陈文奇, 大陆工程董事长殷奇, 国际董事长陈泰明等产业大咖都应邀出席。 谈到英特尔近期陷入低潮, 张忠谋直言, 欠缺新策略是英特尔的致命商, 并且因太过冲刺晶圆代工服务, FS而错失AI商机, 三星则是遭遇技术问题, 非行政出问题。 至于目前台积电遇到的地缘干扰, 张忠谋坦言, 不是他在任内所遇过的状况, 他不要越阻带袍, 交给现在的领导人去处理。 张忠谋补充, 最近20年, 台积电的口号是制造优先, 客户信任, 待1997年以前, 台积电的口号没有技术领先, 当时讲技术领先也没有人相信, 后来决定口号加上技术领先四个字。 张忠谋曾以两只700磅大猩猩来形容英特尔、 三星这两大劲敌, 如今英特尔、三星都出现一些状况。 谈到与英特尔的关系, 张忠谋说他一直把英特尔当朋友。 近期英特尔营运陷入低潮, 分析英特尔的问题, 张忠谋认为, 见缺新策略是知名商, 由期前执行长纪兴格上任后, 撇好冲刺晶元代工服务, 措施AI商机, 如今更面临双缺缺新策略及新CEO, 确实是个难题。 至于英特尔近期是否有来咨询意见? 张忠谋直言, 他们没有来问, 其也不要他们来问。 外界关注张忠谋在自传中提及, 与三星合作记忆体是诱惑与野心的致命交集。 谈到三星, 张忠谋已不知道的魔鬼, 比知道的更险恶, 来形容这家南韩科技巨头。 对于现今三星遭遇的难题, 张忠谋认为是遭遇技术问题, 非行政出问题, 而且现在南韩国内也有些状况, 更无助工资经营。 最后, 在谈到台积电现在技术做得非常成功时, 张忠谋分析, 主要因是自己在任内没有做了很坏的决定, 即使有比较坏的决定, 但也很少。 并将台积电的制造优越与客户信任之上, 再加上技术领先, 7奈米后续更领先全球半导体业, 包含英特尔与三星。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